有两个目的 第一就是让年轻的球员要增加比赛的经历 经验要磨合队伍 另外就是一定要树立队伍在跟这样的主要对手交手的时候的自信心 像以前袁伟民时代 中国的主要对手每一场比赛 即便是很不重要的国交行赛 中国都不会随意输掉 就是因为一定要积累队员的自信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球 好的中国队篮网得分 拿下决胜局的第一分 那么在今年的中国队的主要几个对手 俄罗斯队 巴西队 意大利队 在第一战比赛当中 中国队已经在从俄罗斯的比赛当中失去了先机 输给了俄罗斯队 那么这是中国的第二次机会 意大利队 中国队获得防反的机会 再给阿奎罗 中国队连续防反 还是给杨昊 依然没有打死 四号位 中国队防守不错 阿奎罗连扣三次 中国队起了两次球 最后一次还是没能守住 一比一 好球 杨昊对角线 中国队有效拦网 再给杨昊一个轻调 打在界内 这球没有必要去争 要稳定情绪 打好接下来的球 飘球 发得很不错 再给杨昊 意大利队的防守非常好 阿奎到后排攻 两个队真的是在拼防守 意大利队 他的防守确实没有显示的比我们弱 第五局开局以后 两次两个队拼防守反击 意大利队都获胜了 这球出界 双方三比三平 好打手出界 中国队还是将比分咬住 破坏对方遗传 这个球非常可惜 已经是定点强攻了 裁判 判这个球 在界内 意大利队得分五比四 拉开 好球 中国队在防反的时候 能打快球 还是要尽量打快球 因为中国队确实在四号位 并不占优势 李娟连续两次都没有通过篮网 中国队现在前排三点攻 打手出界 双方在这局 一公都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 中国队换人 换下阳号 换上九号张悦红 前去 好的漂亮 中国队只要能够跟意大利队咬住 意大利队还是打快 遗传到位的情况下 8比7 意大利队领先1分 双方交换场地 这场比赛 虽然打到了第五局 而且比分也很胶着 但是 但是总是感觉还是不是很舒服 对方顽强地将球救回 中国队再来 好球 8比8 因为现在这个中国队呢 在很多关键的场次当中 经常会出现比较大的状态起伏 尤其是队员会间歇性地在场上发懵 一懵就会输掉个五六分六七分 好球 双方打成9比9平 进入决胜局以后 双方的比分一直没有拉开 中队换扬号上来发球 发球出界了 非常可惜 然后还是没有完全活动开 因此他的身体的状况并不是很好 感冒并没有完全痊愈 另外这场比赛 他也就上来打了几个球 对方防守确实很顽强 中队再来 机会交到了对方的手中 11比9 中国队落后两分 中国队主教练陈中和叫了暂停 他没有来 他就在一场比赛 因为他没有来 他要来 你还好多待会儿 你一个机会没有跨倒 他 我们的 稍微高位 你要拉我来 你记得他要打快攻 快攻的 拉我来 你回去不行 所以慢一点 没关心 想把一个大 不要再来 不要再来 不要过就过了 我又不喜欢这样 像这样 好的,我们接着来看双方决胜局的比赛 已经达到了关键时刻 好的,10比9 现在中国队不能错过每一次一攻的机会 球发的不错 哇,真实力 像这种球,阿奎罗居然后排起跳赶这么大力去扣 身体素质确实非常突出 意大利对换人换上了2号 这个球意大利对前排出网 中国队换人换上刘亚南 对方一个匕首线打在三米线内 意大利队还是领先2分 现在意大利队已经越来越逼近 最终的15分,中国队必须要抓一个防反 打好这次一攻 二号位 没有打死 中国队再来还是交给二号位 好球 12比13,中国队的这一次防守反击 非常重要,李娟发球 连续两次,这次连续两次交给李娟 还是没有手软 这次防守反击非常重要 对方快球 好的,中国队获得机会 杨浩在四号位 中国队机会没有抓住 中国队的这次防反没有把握住 意大利队的防守的卡位再次在关键时刻显示了作用 意大利队获得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中队拉开 注意篮网 好的,后排起球 再给杨浩 杨浩的扣球被对方双人篮网篮在界内 这样15比12 意大利队 在他的新任教练 执教的这个周期里又战胜了中国队 意大利队通过五局苦战 他的队员也是非常的兴奋 意大利队的场上核心 他的以前的队伍的场上核心 托古特和 李涅里都没有出现在队伍当中 但意大利队仍然凭借他的这批球员 在大奖赛当中战胜了中国队 中国队在 今年的大奖赛当中首次与自己的强敌 俄罗斯队、意大利队和巴西队相遇 但是中国队在俄罗斯和意大利的比赛当中 都失去了先机 中国队在最后一战比赛当中还要碰巴西队 那么在本次大奖赛 中国队六仗 六仗 三胜三负 现在排名第七 意大利的队员依然在场上进行的庆祝 这场比赛我们依然有很多需要总结的地方 中国队在自己目前的 整体的配合 因为防守并不比别人强 别人并不比我们差 但是强攻又强不过对手 而且中国队现在的速度问题 中国队需要从比赛中总结很多问题 我们希望中国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能够及时的吸取这些经验和教训 能够发挥的更加理想 好的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一起收看到这里 再次感谢一直关注 2017年世界女排大奖赛的这些球迷和观众们 在8月份我们还将继续为您送上排球赛事 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中央电台体育频道 好的这场比赛就到这里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英伦格调 爱登堡 牛仔休闲库 长车声 大空间 新造型 实惠实用 全新哈菲民意 M408 哈菲汽车 盼盘速和矿安全门 盼盘到家 安居乐业 引领中国家客走向世界 进霸南庄 入选巴黎卢浮宫的中国男